您好 欢迎收看11月13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由国立台东大学和东台湾研究会所举办的 花东条例与花东发展10年回顾研讨会 13号上午登场 新党饶庆林应邀雨潭 感谢花东基金对台东的资源挹注 同时也期盼未来在中央部会跨域的合作之下 可以把台东打造成为真善美的一具城市 花东地区发展条例 从公告资金已经10年了 对此台东大学与东台湾研究会 13号在东大办理了 花东条例与花东发展10年回顾研讨会 希望借此共同回顾省市 并试着勾勒出花东的未来 而现场姚欣林也应邀参与座谈 并感谢花东基金对台东的各项帮助 花东基金对台东而言非常重要 让我们能够去规划 如热气球嘉年华 台东慢时节等等 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位科长 也要特别来谈花东基金 因为我们所在原民处所办的 张海部落新美学 也是我们运用花东基金 来培育原住民的越武人才 我一向觉得越国际的时代 一定要越在地 如何持续保有台东这份真善美 并且有理念有风格的贩卖台东 就能带动地方发展 在过去10年运用花东基金 而台东在执行花东基金的运用上 使用的相当扎实 因此今年也获得了国发会 1亿元的补助经费 现场对此也表达感谢 刚刚说花东基金的执行率很低 那他拿出了一根胡萝卜 还有一根棒子 棒子就是颠色我们 胡萝卜呢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花东基金率达到九成 你可以拿到奖金一亿 所以这边我们非常高兴 今年我们拿到一亿 谢谢 原住民文化推上国际 台东县政府要以更多元开放整合的思维 去发展台东的优势与特色 只靠先预算来执行 的确大有难度 透过了中央的花东基金 让车气球嘉年华 原民越武人才培育等计划 能够顺利的发展 县府也期盼未来在中央部会 以及地方政府的跨域合作下 将台东打造为最具真善美的宜居城市 记者安启伦 台东市报道